你洗完头去吹头发 真的是 整个发根是站起来 就头发就是 碰到一个不行 然后就是很风盈的感觉 嗨大家好 我是Nancy 通常呢 我大概是半年多左右 就会拍一次 我的空瓶上 那因为呢 其实我用完的产品的空瓶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今天呢 会主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头发跟身体类的空瓶 然后我其实有一些 我是用掉不止一瓶空瓶 我就只有先摆一瓶出来 因为不然的话 就是整个会太多这样 我自己家里真的有 非常非常多各种的 美妆保养品的东西 然后就是会有些品牌 公关会寄给我 然后我自己看到新的东西 我会去买什么的 所以就我们家真的有很多很多 所以呢 基本上能够被我用到空瓶的东西 一定都是我觉得是好用的 然后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他才会被我用到空瓶 我本来就是肌肤比较干的人 所以不只是 脸干 头发干 身体也很干 所以呢 我其实非常非常注重 保湿啊滋润度的这一块 所以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的都是 属于肌肤蛮干燥的人 适合用的东西 然后呢 那我的头发也是我个人还蛮注重头发跟头皮的保养的 我的头发很长的被造型 然后也会染也会漂什么的 所以我的头发如果没有好好保养它 它应该会是处于很糟糕的状态 但是呢 因为我很认真保养 所以它目前维持起来是还不错 那首先我们先从身体开始好了 我自己个人呢 非常非常推荐身体油 但是呢 其实市面上有很多身体油 它们是真的很油 就是你擦完之后 要等到它完全吸收 需要蛮长一段时间的 那因为我自己本人是一个比较没有耐心的人 我就是擦完之后 我就是要立刻穿上衣服 然后立刻就是瘫软在床单上 或是沙发上这样子 所以我通常用身体的油 它们都会是比较偏向是 Dry Oil 就是它们是擦上去有油的成分的这种滋润感 可是又不会让你有那种表皮 感觉非常油腻的那种感受 那这一瓶呢 这个应该是念NOX 因为它是法国品牌 所以它应该是有法文的念法 但我不会念 这个品牌它其实应该算是开价的品牌 康氏美、屈臣氏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油它有不同的口味 原味的应该是偏黄的颜色的 然后它这个呢 是比较偏玫瑰花香调的 但是我觉得不管哪一个味道 就是他们这一个品牌的这个油 我真的觉得它非常的好用 而且它是用喷的 就是它喷出来的质地是很轻的 然后薄薄的会附着在你的身上 但是呢你把它推开抹进去之后 它是真的可以让你的肌肤有这种 很深层的滋润的感受 可是它吸收又很快 那它这一瓶呢里面其实就是有各种 就是好的油 沾茶花油啊 摩托哥坚果油啊 茶花籽油 杏仁油等等 就是一些很好的油类组合在这里面 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种 喷头式的身体油 因为像那种倒的啊 容易它就会不小心你知道倒太多 然后就是会这样子滴的到处都是 那这个喷的话其实就这样喷喷喷喷 然后直接抹开 就是不会这种你知道 滴来滴去的感觉 我也有用过别的品牌的这种身体油 然后它也是喷的 可是它的平身的设计 它上面是用贴纸贴 然后你手油油一直摸来摸去 那个贴纸就会剥落 所以呢我自己是没有这么喜欢 那样子的包装设计 那它这一瓶就是因为它整个 直接就是玻璃瓶的 所以说你就算喷完 然后手油油的然后去摸它 也不会就是那个贴纸变得很斑驳什么的 然后它的香味也是我很喜欢的 它甚至可以取代香水的那种感觉 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女生身上自然的散发出那种淡淡 但是很优雅很有质感的香味 所以这瓶我真的很爱 然后它也是可以弄在头发上啊 身体都OK 就是是一瓶我目前用过这么多身体油来说 它算是如果没有第一名 应该也会是前三名 所以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那第二个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这个Sereva的身体长效润泽修护霜 也是开价都全部都可以买得到 然后它价格也很亲民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会有 有一点点异味性皮肤炎 气候变化啊或者是晒太多太阳什么 就是有时候肌肤状况比较不稳定 然后尤其我通常都是在这个 关节处的地方 比较容易会长一些疹子或什么的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小孩身上 他们也会很容易出现一些湿疹 只要身体的肌肤状况没有这么稳定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一瓶乳霜 因为它就是无色无味 然后成分非常的单纯 基本上这个牌子 它就是为了肌肤状况比较不稳定 然后比较容易有疹子的肌肤所设计的 身体的保养品这样 我觉得它就是中规中矩 但是用起来让你非常非常安心的一瓶身体乳霜 然后接下来呢 平价的身体乳还有另外一款就是凡士林 那其实凡士林的身体乳 我记得我好像也推荐过蛮多次 那就是小狗大碗 品质什么也非常的OK 然后因为就是它身体毕竟体积很大 而且我们家是一家四口都要擦 它的用量是蛮多的 那我自己之前跟大家推荐过 我很喜欢它的卤荟跟薰衣草的那两瓶 但是他们最近近半年吧 他们有推出了这个新的系列 他们算是比较偏功能性的 那像这一瓶就是针对暗沉肌去设计 它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些美白的成分啊 跟化学性的去角质的成分 所以说它就是对于你肌肤比较暗沉的地方 它是会有一些亮白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含有美白成分的身体乳 你不用给它过高的期待 你不用想说就是光是擦身体乳 就可以让你白的跟灯管一样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如果你本身很执着于美白这件事情 或是你很执着于肌肤的均匀度这件事情的话 我是蛮推荐这一瓶的 因为它这一瓶是针对暗沉肌肤 那因为我很喜欢晒太阳 虽然我应该还算是晒完之后 我肤色算是蛮均匀的人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些地方会特别暗沉 就比如说手的下面这里啊 或者是屁股下缘啊 你想要你的肌肤的肤色是比较均匀 整体是有光泽 我觉得这一瓶是蛮好的选择 那这一瓶呢我要特别讲一下 就是老实说它的质地在我心中 没有到非常的好 凡士林的这一个系列 就是长这个形状平整 我觉得它们的吸收力都没有这么好 你需要给它一点时间 它才会那种完全没有任何粘腻的感觉 我觉得这应该是因为它里面的 有这些美白的成分啊 整体的感受不是只是保湿而已 我觉得它吸收力可以再加强 但是它整体带给肌肤的这种均匀度 是蛮有感觉的还不错的这样子 那再来下一个品牌呢就是MOE 那MOE这个品牌其实它是网络的品牌 然后我之前其实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它们的护手霜非常非常的好用 很润但是完全不会黏 然后不会让你的荧幕变得脏脏的那一种 它们的品牌呢比较特别就是 它们都是很木直调的质感香味 男生用你也会觉得非常加分的那一种味道 然后它们除了护手霜之外 其实也有出身体乳 然后它们今年甚至推出了小孩子用的洗目产品 这个身体乳涩我已经用到这一瓶应该是第三瓶了 然后小孩洗目产品我也是直接用完 MOE的系列就是第一让我非常喜欢的是 它们香味真的做得非常的有质感 如果你喜欢ESO的人应该也会喜欢MOE 但是它就是价格再更便宜一点 它们的本身在质地的追求上也是非常好 就是那种润而不黏 然后是真的有吃进去肌肤的那一种滋润感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它们推出了这个小孩子的洗目系列 里面还是有淡淡的很天然的香味 洗完之后它是不会让小孩的肌肤有过于干涩的问题 我觉得它们的配方调的非常好 泡沫不小心跑到小孩的眼睛 它们也完全不会叽叽叫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 然后也很适合不管你是要送人啊 或者是自己家里的小孩要用的话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香味取胜的系列 不管是洗澡的或是身体乳 我都非常非常推荐欧苏丹 还有Jo Malone这两个品牌 尤其是Jo Malone 就香味来说我觉得我应该不用再多过于赘述 因为很多人应该都很熟悉他们的香水 也很喜欢他们的香水 我个人很喜欢他们的身体保养系列 就他们的乳液啊 另外一个身体的乳霜 也是之前的空瓶厂都有跟大家分享过 他们的杰肤露其实就是洗手也可以洗澡也可以 但我就把它拿来洗澡 Jo Malone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 整体的该有的滋润度 保湿度都有做到一定的水准之上 然后你就是挑选你比较喜欢的味道 那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味道是 Blackberry and Bay 我觉得他是蛮中性的 就是Mike他有一阵子都是喷这一瓶香水 他的味道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 欧苏丹的话我最爱的两个系列 一个就是他们的玫瑰系列 我觉得他们的玫瑰是不是那种很通俗的玫瑰 他们的玫瑰是很清香的 橙露玫瑰的那种香味 所以我个人很爱 然后再来呢 还有另外一个我也很喜欢的系列 就是他们都是夏天都会推出 就是一个比较清新的果香调 有点柠檬香味 好像在意大利西西里的那种感觉 这两个系列是我非常喜欢 然后也都是每一年夏天 我自己都会去补获的东西 所以呢就是欧苏丹 也是我个人很推荐很推荐的一个身体保养品 那接下来呢 就要进入法品的部分 那首先第一个呢 他现在人不在这里 人 他就是 攀亭的暴水胶囊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用 但是因为他的胶囊就是一个是这么小 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捡起来 暴水胶囊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好用 他真的非常的滋润 而且你用量只要很少就够 像他通常一个那个暴水胶囊 我大概可以用两次 就以我头发这么长哦 然后又是这么受损的头发 我其实就是 一个我可以用两天 因为我是每天洗头的人 很爱 然后又平价 然后又好携带 希腊的时候也是你知道 被海风吹的乱七八糟 然后又下海游泳什么 在希腊的时候我也都是用那个 然后我就觉得好方便 我就是出国旅行的时候 就带那个 然后用完就可以直接丢掉 然后他又可以 给你头发非常好照顾 然后第二个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就是卡诗 他就是算是在 法品界 比较稍微偏贵一点的 专柜品牌 但是他真的很好用 那我挑出几个 我最喜欢的品项 首先第一个是粉样新生法育 就是他这个粉红色系列 那这个系列其实是 主要是针对落法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在意落法这件事情 因为我的头发算是蛮受损的头发 然后我自己平常也真的都掉蛮多头发 你知道也是会有一点点害怕 所以以后会凸头这样 所以我非常在意 加强头发强韧度这件事情 他们这一瓶洗发精是 你在洗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觉到 风盈的感觉 在洗的时候 那个 我的头发虽然是满满的泡沫 但是是有空气感的 然后他冲掉之后 也是头发不会非常的干涩 然后你可以用 你自己习惯用护发产品 或是你可以用同系列护发产品 都非常好用 然后我自己是真的觉得 我开始用这个系列之后 我自己看排水口的那个头发 感觉是真的有稍微变少一点 所以这个我很喜欢 然后我也是肯定会在持续一直回购他的 那他的同一个系列的 就是这一瓶头皮的精华液 那我自己本身又是属于 头皮比较敏感的人 我其实头皮是偏油性的 所以我头皮很容易出油 然后换剂的时候也会很容易会干痒 所以我几乎每一天都会选择 不同的头皮的精华液来使用 这一瓶就是针对落发的 然后我有另外两瓶是针对控油的这样子 这瓶落发因为他已经被我用完 然后我现在在用第三瓶了 所以我就想说直接先介绍他 首先你有用这一瓶头皮精华液之后 你洗完头去吹头发 真的是整个发根是站起来 就头发就是碰到一个不行 然后就是很风盈的感觉 他其实针对头皮 有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些干痒 然后有一些小伤口 他其实也有那个舒缓的效果 有时候头皮比较干的时候 会头皮有一种紧紧的感觉 那你再擦他 他就是直接这样子转开 他是滴管的 然后你就顺着你的头皮 就是把它分层 这样子挤一挤 然后之后就是手这样伸进去 这样搓搓搓 让他吸收之后 你是真的有感觉到 你的头皮是有被保养到 这两个我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爱 然后也激推 那卡湿还有另外一个系列 我很喜欢就是这个黑钻的系列 我自己最推的是他的这个发膜 老实说我不会天天用他 因为天天用他有点太伤本了 我大概就是可能一个礼拜 会用一到两次 看我头发的状况 他里面就是有维他命E 神经吸氨 这一些就是很深层滋润的成分 然后我觉得卡湿的发膜 真的做的很厉害 是用量真的只要一点点 两个中指这个指头的量 就足够用枕头的滋润度 然后我通常就是抹上去之后 大概会等个两到三分钟 再来把它冲掉 然后他就是瞬间立刻会感觉到 很像你是去发廊做完 要生成的护发以后的那种柔顺感 然后你去吹头发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发膜是 他非常非常的柔顺 但是你去吹的时候 他就是因为太滋润 他就会头发变得很扁 他完完全全不会 就是他有带给你头发滋润光亮的柔顺感 可是不会让他变得很重 所以这个也是我个人极度激推的一品 另外一个品牌要跟大家分享 是这个发基因 那发基因呢 他其实是比较针对油性头皮的人会比较适合 其实他们整个系列我都有用 那他有两个东西我很喜欢 那另外一个还不是空瓶 一个呢是他有一个头皮的喷雾 然后他就是针对如果你本身 就是夏天头皮很容易出油的人 或者是有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头皮有味道的人 我是不太会有味道 因为我每天有洗头 你可以就是在洗完头之后 整个头都喷 然后他就是会有一个那种很凉的感觉 然后有一个头皮舒缓的效果 然后同时有控油的效果 那他这一瓶发基因真的是 冰镇护脸素 然后他也是针对干燥受损的 发质去使用的 头皮比较油的人也适合用这一瓶 这一瓶我就会比较当作是一个日常 每一天的这种护发素来使用 他就是滋润度也不错 然后但他也不会有那种厚重的感觉 但他唯一有一个我个人没有这么喜欢 是他的味道 就是他的味道就是我每次用都觉得 他有一种塑胶味 塑胶软管的味道 但他质地跟使用完的效果 我个人是喜欢的 再来呢就是欧尔北这个品牌 主要都是在Salon的通路卖 价位稍微偏高 我觉得他们的包装都非常有质感 然后他每一个颜色都是 针对不同的头发的状况去设计 黄色这系列也是针对 就是头发比较容易断裂 然后比较脆弱的头发去设计的一个系列 我觉得他的护发产品比他的洗发产品好用 因为我每一次他们两个一起用 我就会发现说好像洗完之后头发没有这么的松 但是我单独用这个润发的时候 他又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应该是洗发精的问题 这样这个系列的话我会比较推他的护发 欧尔北他的香味都非常非常的好闻 他们是全系列都有跟很厉害的调香师去调配那个香味 他这一瓶他里面有很多个 不同大小成分的玻尿酸成分 所以针对比较容易断裂 比较脆弱的头发是有非常好的修护效果 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品牌就是JULIAR 然后JULIAR也是我之前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 他有一个东西在我心中是无可取代的 就是这个甘草四酸角质进化液 他基本上就是一瓶针对头皮的洗发精 他就是有一点算是轻微的帮头皮去角质的概念 这边有三个空瓶 但我至少用掉我觉得应该有七八瓶以上有了 就是如果你是属于头皮动不动就会出现那种肝痒的状况 然后或者是有比较多比如说头皮穴的问题 或者是很容易头皮会出油的话 我真的真心很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 如果你的头皮是有止漏性皮肤炎的人 其实可以天天用 然后有出现那种肝痒脱穴的那种状况 大概三天用一次 像我自己是属于油性肌肤天天洗头的人 他建议是一个礼拜用一次 所以我自己的频率也是差不多一个礼拜用一次 其实朱莉尔也是一个很专业的法品品牌 我最近有用他这个 就是针对油性头皮的这个西佩斯韵法洗发精 他也是针对油性头皮 还有比较容易落法的人去设计的 然后我觉得他这一瓶呢 即使来整体的感受非常的舒服 然后也是我持续会一直去使用他的 但是呢我最推最推最推还是这个 甘草四川角质进化液 就是真的是我真心觉得 有头皮问题的人一定要去入手的 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 我大概是近半年来 身体跟头发的空瓶曼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也别忘了给我一个赞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